柠檬叶制脱鞋 如健良用阿嬤智慧创业 炎热夏天穿鞋容易出汗潮湿 甚至脚臭 34岁的如健良 本身也是多汗体质 在阿嬤的生活智慧中 找到解决脚臭的方法 也以此成功创业 她回忆小时候 住嘉义中普的阿嬤 会把柠檬叶裁成脚的形状塞到鞋底 阿嬤笑说 西施除臭最好用 如健良长大后 思索创业方向 就想到善用家乡的檳榔叶 基本上我是从事与 将在台湾本土的檳榔叶 做成脱鞋 而在这边是我们台湾 檳榔种植园区第二大的产地园区 嘉义中普 至于为什么我要将 檳榔叶来做脱鞋等产品 是因为檳榔叶本身它具有 抗菌除臭还有吸汗的功能 对于那些脚汗重的 还有台湾偏湿的地区可以预防 有效的预防香港脚 吴建良说研究后才知道 檳榔叶内含有檳榔碱 可分解汗酸抑制细菌增生 于是2012年 自创品牌BitoLife 以檳榔叶为原料 零化工制成 并通过SGS检验 打造出一双双 檳榔叶脱鞋凉鞋 檳榔叶它一年四季 掉下来的时候 是整颗这样掉下来的 农夫拿到檳榔叶之后 会将这一段给砍掉 因为这段我们完全用不到 砍掉之后 檳榔叶会送到我们处理厂那边 一开始我们会先水洗 水洗完之后 会做出街的压瓶 压瓶之后 会再泡水一次 再做第二次的压瓶 之后就会把一些 看路还有皱褶的地方 就用裁断机 把那些不能用的地方 再裁断掉 来再做最后一次的压瓶 BitoLife销售布局 从海外开始 尤其炎热的东南亚 需求最大 十人中就有六人穿拖鞋 凉鞋 吴建良也赴美国参加国际鞋展 打着台湾胃 当场拿下1600桩订单 去年底BitoLife开始鸿回台湾 这台湾阿嬷的生活智慧 终于也能让民众亲自体验 动新闻综合报导 全民当记者 全民做公益 独家高料的中国 请服务 照顾1000元 准备2000元 做公益的服务 让机构 独家高料 我捐款 相 pars 渤 空 cheese 肉 old